新闻荧光笔帮您画重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多用心企划主持Nancy 我是任文介传播长Roger 好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 气候变迁造成了气候难民的问题 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 全球风险报告就指出了 受到气候变迁 还有这个经济政治等影响 有上百万人离乡背景了 而预测在2050年的时候 甚至会有超过两亿人 会沦为气候难民 也就是说会有两亿人 因为气候变迁而被迫前局 其实Nancy 其实不用讲到2050年 最近的这些新闻就可以看得到 其实已经造成非常多灾难 不管是旱灾的部分 或者是水灾的部分 尤其最近这个巴基斯坦 整个国家的这个国土 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国土 泡在水里头 所以造成非常非常大的灾难 那这个原因其实也是极端气候 怎么说呢 其实每年的这个六月到九月 本来就是巴基斯坦的这个季风的季节 也是南亚大陆的雨季 可是呢 因为今年这个阿拉伯湾变暖 所以导致这个旋风 大雨的次数更多了 那一般来讲就是预估大概气温上升一度 降雨激率会增加5% 所以原来是雨季 又水又变得更多 那再加上呢 其实巴基斯坦啊 是境内里面啊 冰川最多的国家 他们有七千多条冰川 再加上这个气候暖化以后 很多的这个冰川浓化 甚至造成溃体啊 所以这个整个巴基斯坦啊 又是雨多 又是融化 然后再加上水土保持不良 所以整个一下来以后 你看三分之一 多恐怖的事情啊 几乎你一走出去就看得到 有地方被淹到了 所以这些百姓其实是真的蛮可怜的 所以说不用等到2050年啊 我们要改变这个气候 这个异常极端气候的这个 对大家的这个损伤啊 其实从现在开始做就很重要 对 其实在今年的这个联合国大会上呢 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他就对损失还有损害发出了警告 他说这个是叫气候正义 要为这些脆弱的国家呢 我们要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要为他们的损失还有损害做赔偿 但是结果呢 美国还有一些欧洲国家拒绝了 这事情是这样子啦 就很难谈说这个决议会成功或失败 不过因为整个地球是一体的嘛 大气是在整个走的嘛 所以发展中的国家跟已开发完的国家 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就已开发中的国家 它其实已经历经了很多的这些建设 所以人民也比较富足 相对来讲可能排碳也比较多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全球的这个碳排放的这个 我不能讲贡献度啦 损害度可能就会比较高 而现在一些这些发展中国家 或者是未开发的国家呢 他们要开始 国家要开始往上竞争 开始建设 或者是说 他们本来是 就是少欲 就是碳排放很少 可是呢 这个气候是一体的 所以被 因为这样子 所以影响到 整个极端气候的产生 所以他们就变成直接的受害者 对 那如果我们把它平均分摊的话 好像每个人 比如说你应该排碳 要多少以下 可是他们其实是远低那个值 可是他们受的损害 就却是高于那么多的值 对 所以这件事情呢 在国际政治上 但以开发国家 跟这些未开发国家来讲 他们的国力就差距很大 所以其实是不容易做得到 不过我觉得现在 全部的人类都应该有个共识 我们其实大家都要努力一起去减碳 不然的话 这些气候难民 很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除了像巴基斯坦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到 像前一阵子的这个西班牙 美国 澳洲 巴西 这些大火 水灾其实也是避避皆是 非常多的火灾 其实都是直接烧到了 这个居住区附近 造成很多的人员的伤亡 那这些的损失 不是只是 我们讲到的这些 未开发中的国家 你刚说到澳洲啊 在中央社25号的这个外电报导 就提到了说 澳洲有八名的这个国民 还有他们六个小孩 今年投诉说呢 这个2019年的时候 天气变化的模式 已经直接伤害到他们的生计 文化 还有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了 那么 洪水很严重 摧毁了这个他们的家园 甚至家族的墓地 所以呢 生活的居住环境都备受影响了 结果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呢 就做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决定 判培 说 坎培拉政府应该要补偿他们 用到了联合国就代表 其实是澳洲政府 对这件事情他其实是不处理嘛 那联合国其实对于他们的成员国 没有强烈的这种约束力啦 所以最后这几位国民啊 虽然是告赢了 但是拿不得到赔偿啊 我看这个可能是个未知数 不过从这边也看得到 就是说 在这个太平洋里面啊 其实有非常多的小岛啊 可能因为这样子 被这个洪水会摧毁他们的这个 家族居住的地方 目前呢 大家在推断呢 这太平洋里面呢 有一个岛国啊 是有可能 第一个 因为气候变化 无法居住而丧失 整个国家主权的岛国 这个国家叫做图瓦鲁 在COVID-26的会议中呢 图瓦鲁的这个 外交部长呢 他是站在这个 海上面 去发表 他的这个 我不能讲说 这叫宣言啊 但是也就是一种呼吁跟请求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的 这个岛的这个平均海拔 其实只有海平面的两公尺 不到一楼一层楼 对不到一层楼 而且其实这个潮水会涨会退嘛 对 所以涨潮的时候 就会更高 对 再加上现在平均每年啊 大概上升的这个水位数 海平面大概是0.5厘米啊 所以其实很快就有可能会 整个岛就不见了 也就是说 有一些太平洋岛国 比较低洼的地方 真的有可能 在未来 可能会 整个要放弃他的居住地 不只是刚刚那样子 澳洲的一个小岛 是整个国家 其实不只是太平洋岛国 受到了威胁 在这个已开发的 这个先进国家 像是英国 他们今年也传出呢 有一个小村庄 叫做这个费尔伯恩 也传出就是因为海平面上升 整个村呢 要废村哦 那有些这个老人家呢 他们就不想要搬家呀 对 他们就说 其实他们 常年在这边生活 然后呢 这个村庄有700多人 大家都是好朋友哦 好邻居 这个大家很好的 这个邻里关系哦 是你有钱也买不到的 那但是呢 现在因为这个海平面上升 他们要被淹没了 整个这个村都可能会被海水淹没 就是美好的东西呢 就不存在了 所以政府才会希望 他们可以搬迁 对 但所以就受到了 嗯 这样子一个拉扯啦 就是政府希望他们搬迁 但是村民 有些村民呢 就希望还是守着他们的家园 不过这个就是我们在说的 其实这个气候异常哦 它造成的这个灾难 不是你是以开发国家 或者是未开发国家 嗯 而是你所在的地点 嗯 像英国的话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嘛 对 那本身它的这个 呃 海拔就是比较少的 所以 当海洋上升的时候 它被淹没的几率就比较高 嗯 那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敢讲说完全不可逆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 其实它就会越来越严重 嗯 那所以不管你是呃 太平洋的岛国 你是先进的国家 其实只要你的这个居住地 它是有这样的风险 其实是很高的 那气候暖化是一件事 它某个程度来讲 我们可以把它讲成是原因 嗯 因为气候是呃 慢慢从工业革命来讲 因为我们的碳排放量 大量慢慢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造成整个地球的这个暖化 哦 到后面来越越加剧 那另外呢 人哦 常常也很无知 嗯 哦 会做一些 本来不会那么严重 但是你去把它加重的地方 比如说 呃 超抽地下水 嗯 哦 比如说 呃 盖很多高楼 嗯 去把这个地层 哦 也许它是往下 呃 下沉 就是因为你在压得更重 嗯 尤其很多的都市呢 它在一开始的发展呢 它都是在这个盆地 或者它一开始的发展呢 都是在这个 呃 河流附近 嗯 本身的这个盐盘就是比较软 嗯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呃 这个全世界啊 有非常多的 这个海滨的国家呢 其实现在也接受到了这个 海洋上升的威胁 那它在威胁的原因 刚刚已经跟听众们有讲了 就是两个 原因就是气候变化 海平面上升 嗯 静音就是我们很多的人 在上面过度的开发 过度的抽地下水 对 那至于有哪些城市呢 那些也可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OK 在庄社23号的报导啊 也就有讲到说 呃 亚洲沿海城市快速下沉 恐怕会有数以千万的人呢 都会受到影响 那呃 这里头呢 报导到说 像是越南的胡志明市 每年平均下沉16.2公里 再来呢 第二名是呃 孟加拉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 吉大港 还有印度西部城市叫阿末达巴德 还有印度的这个首都雅加达 还有缅甸商业中心仰光 在高峰年间呢 都会下沉20多公里 哇 呃 首都下沉耶 而且都是正在快速发展 经济的这个地方 然后如果受到这个下沉现象的影响 会有多大 其实那时你说的对哦 不过我觉得是不是首都是一件事啦 不过大部分这些城市呢 都是靠河岸 然后本身海平面就低 再加上超过大地负载的这些建设 所以像呃这个纽约时报啊 的科学版啊 曾经就提过了 你看他在预计在2050年的话 越南整个南部都可能消失 还不是那个城市 嗯 对那他们有做一些科学的模拟啊 那这些的资料通常都是发表在这个自然通讯的期刊上 算是一个蛮权威的组织啊 嗯 所以呃 包括你刚刚讲的亚加达 那亚加达现在印尼政府听说他们也有整个这个城市的搬迁计划 哦 对 那甚至不要讲说这些亚洲国家了 我们看这个美洲也是一样 纽约也是被预测为高风险的国家 嗯 所以整个纽约州我们来看他的这个海平面的图了 他在现在跟2050年里面啊 你就会发现有一大部分的地方可能都已经会泡在水里头去了 那同样的道理像上海 嗯 等等都是 那所以呢 很多的事情呢 真的已经不是口号了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 像最近的这个巴基斯坦的例子 像刚刚讲的这个图瓦鲁的这个岛国的例子 其实已经告诉你他正在发生中 嗯 那我们现在只能刚开始延缓他的发生 对 然后再来就是慢慢逆转他 那虽然这很难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做 其实会非常的严重 嗯 还有你刚刚讲到就是说 呃 这些大城市政府已经开始在计划说 要怎么样做一个阴影的策略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个阴影策略呢 通常只是个治标不治本 那因为为什么 海平面上升呢 它是一件事情 嗯 淹没了你的居住地 可是这个气候的剧烈的变化 嗯 它是另外一件事情 嗯 嗯 那这个我们就以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来讲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几年台风很怪 就是你会发现它路径跑了 嗯 嗯 那虽然这样子 这几年直接清洗台湾的这个台风变得少很多 对 可是它相对来讲就代表这个气候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变化调整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常常今天看到一个热带气低气压 明天突然它就变强变大了 对 那这个就是呃太平洋的这个水温就上升嘛 嗯嗯 上升以后这个水气这个上升会造成这个低压的这个强度会变强 那个海平面的低压带要变热带气旋 呃 要变成台风 其实时间要很长 现在常常很快就有 甚至昨天还不是今天就在你路边 那个陆地边直接就产生了 嗯 这种的例子也也很多 嗯 所以它相对来带来的这个风力的破坏 雨水的破坏也越来越大 嗯 所以这几年台风啊 呃 不管日本啊 韩国啊 中国大陆啊 菲律宾啊 其实都遭受了非常大的这样子的天灾 灾的处理 嗯哼 像最近这个诺炉台风啊 嗯 它这个清洗这个菲律宾啊 那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台风呢 碰到陆地都会减弱嘛 嗯哼 对 可是这次这个台风很特别 它到了这个旅宋岛菲律宾这边的时候呢 结果还是相当的完整 而且还有加强的趋势 也就是说这旁边的这些气温啊 助长了它的这个能量 嗯哼 对 所以很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灾害 那我们当然是期望 这个灾害能够降低 虽然最近台风呢 都比较不经过台湾 可是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气候异常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危机 就是这个海平面上升了 嗯 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台湾 也有非常多的地方 它是在风险区 公共电视哦 他们有一个报道就讲到说呢 呃 这个联合国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发布的一个报告说 呃 全球如果增温两度的话 台湾西部呃 比较低洼的地方呢 恐怕也会淹没 那我们这个国家灾害防救中心的这个气候变迁组长啦 呃 陈永明也说如果在升高两度气的状况下呢 大概淹水的范围都是一些呃 呃 渔温啊 沙丘低洼地区啊 目前预估的这个高度是海拔一公尺啊 所以其实如果你现在的家或者是你活动范围啊 在海拔一公尺高左右的话 你其实就很有可能啊 会变成这个气候纳米 这个重点不是说你现在想办法要移去哪里 我们其实重点应该是要呃 大家一起努力的阻止这个气温的上升 除了这个海面上升导致这个土地被淹没以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这个气候异常的这个咒语啊 暴雨啊 这些问题 所以呢 像这个报告也提出来说像台北宜兰啊 台南啊 高平啊 这些的淹水的趋势也会增加 而且呢 这个气温升高啊 也会让这个埃及班纹的分布啊 往北延伸 嗯 所以其实像登格勒啊 以前都是在 南部 南部 其实最早其实是在中南半岛更南 后来才进入 有到台湾 然后再来一直往北走 嗯 所以其实疾病也会跟着这个气候 去影响大家的范围 不过讲到这个地层下泄 其实有一些知识还是得要跟这些听众朋友分享 南希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大家真的呢 不要这个忽视哦 气候变迁的危机 绿色和平组织呢 整理了一个报道 就提到关于海平面上升 我们需要知道的七件事情 呃 第一个就是 海平面上升会更严重 而且逐渐恶化 第二个是会爆发气候难民潮 所以很多人会失去家园 流离失所 第三个是说呢 不同地区会面临程度不一样的冲击 就像刚才Roger讲到的 呃 有些低洼地区啊 哦 你就会开始淹水 那可能也会有一些疾病的发生 台湾呢 也有海平面上升的这个风险哦 另外呢 会失去农地还有干净的用水哦 因为受到了这个淹水的冲击 还有土地被海水淹没了 再来是 迁移还有疏散会带来的健康影响 还包括了心理上的影响哦 然后就是呢 刚刚我们也提到地层下陷 导致海平面上升 像是抽取地下水啊 还有这个开采天然气等等哦 其实都会影响 所以我们到底来不来得及 阻止气候浩劫啊 来不来得及要看大家一起 努不努力啊 那怎么样减少 最快速的减少其实是蔬食啊 因为据这个研究哦 肉食者一年大概产生哦 1500公斤的二氧化碳 但是蔬食者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 但是430公斤 所以其实是不到三分之一 那你看我们现在70几亿人 如果大家都做到这件事的话 瞬间光食物就可以减少掉 三分之二的这个二氧化碳 那再加上土地开发 可能会减少那污水啊 这些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使用 因为其实不管我们穿的衣服啊 我们现在在报告用的电脑啊 喝的水杯啊 各样东西其实都是需要制造 每一样制造其实就要能源 那这些能源呢 其实就是一定会用到碳 所以当你越浪费 你越常在换东西 那越常丢东西 那就代表你的这个碳的这个历程啊 消耗的特别多 所以其实蔬食很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要少浴 然后要尽量延续使用东西的物密 解约能源其实也是一种减少的碳排放 就像Roger讲的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从食衣住行 各方面稍稍的去做一些 节育跟控制的话 至少应该可以减缓 那个气候变迁的危机 全世界这个蔬食比例高的地方 你知道台湾是排第几名吗 前五名 我们排第四名 第一名是印度 大概他们预估是这个报告是 大概31到42% 其实蛮高的 三成到四成的人吃蔬食 那第二名是墨西哥 有一成九 第三名是巴西 一成四 那台湾第四名也是一成四 再来是瑞士一成三 所以其实 可是呢 这是一个趋势 一直往上在走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 推动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是众生会共恶业 就是说大家 你排碳 然后害到他 他排碳害到你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去解决这件事情 对 要改变习惯不容易啦 但是 会努力 对 新闻荧光饼 提供你观点思考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